大家好,我是叶瑩飞 今天讲武当张三峰的太极剑利害 还是小龙女的素心剑法利害? 其实玉女素心剑法是当年临朝英所创 这里剑法本意是想克制王重阳的全真剑法 是没有伤害王重阳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杨过和小龙女用双剑合璧 对付金轮法王的时候 只能令金轮法王手忙脚乱狼背万分 但想取他的性命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双剑合璧的剑法用来防守真是密不透风 但如果转来攻击敌人,威力就没想象中那么厉害 另外讲武当张三峰的太极剑 首先解释一下太极剑 张三峰创太极拳之后将心法变成剑法 换一句说话太极剑就是太极拳的延长版 变成更具杀伤力 太极剑炼至化境 即是太极拳 变成无招性有招 在这个时候招招皆是太极 可以化解任何招式 大家还记得张无忌初用太极剑法就能击败八臂神剑方东白 八臂神剑败在张无忌木剑之下 还断了一条手臂 留下终身不可磨灭的记忆 所以张三峰的太极剑法是比小龙女的素心剑法利害 这就是叶盈飞的二次创作解读 在这里我顺带一提 叶盈飞创作了一首名为《太极的古斯文》 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订阅